北京时间10月9日 中超第二十二轮继续进行 上海海港与长春亚太打响对决 第八分钟吕文君打破僵局 第三十分钟吕文君没开二度 第四十五分钟替补登场的程长城扳回一球 第六十八分钟保利尼奥破门扩大领先优势 第八十三分钟李胜龙进球后商退 最终海港四只一曲胜亚太重回联赛第四位 而亚太则遭遇近四轮首败 本场比赛之前上海海港十九场时胜四平五负 击三十四分排名中超第五 近四轮取得三胜一负的战绩 上场因为无垒伤缺 球队三连胜戛然而止 长春亚太方面十九战六胜八平五负 击二十六分排名中超第十 近三场比赛二胜一平保持不败 第八分钟海港发动进攻 吕文君接队友直三冷静推射破门 海港一比零领先 第二十五分钟亚太发动进攻 塞尔基尼奥进区线前一脚低射被对手挡了一下 皮球飞出底线 第三十分钟巴尔加斯中路斜塞 左路的吕文君接球之后 不停球兜射完成没开二度 海港二比零领先 第四十二分钟 弹龙接队友传球抽射打偏 随后他做出换人手势 一次救伤复发 之后被成长城换下 第四十五分钟亚太中前场掌船 王申超解围变乌龙助攻 替补登场仅一分钟的成长城 四季将皮球打进 这是他本赛季中超首个进球 亚太颁回一球 一比二落后 第六十八分钟巴尔加斯助攻 保利尼奥在禁区湖顶附近 轰出一脚精彩世界波 海港三比一领先 第八十三分钟 李胜龙头锤破门 他在跳起征顶时 与汪敬贤撞在一起 两人双双受伤 李胜龙更是斜染球场 并直接坐上了救护车 与海替补上场 汪敬贤则是投缠纱布继续作战 最终海港四只一曲胜亚太 重回联赛第四位 而亚太则遭遇近四轮首败 进球信息第八分钟 吕文军第三十分钟 吕文军第四十五分钟 成长城第六十八分钟 保利尼奥第八十三分钟 李胜龙双方首发上海海港首发 一 严峻龄 二 李昂八十七三十四 伊萨 卡龙 三 蒋光泰 四 王申超七十三十五 李申远 六 蔡惠康 九 保利尼奥 十 恩迪亚耶七十三十四 李胜龙 八十七 于海 十一 吕文军 十三 魏镇 二十四 巴尔加斯 二十六 陈纯仙 七十三 二十五 买提江 上海海港替补 十二 陈薇 十四 李胜龙 十五 李申元 二十 杨氏元 二十一 于海 二十二 杜佳 二十五 买提江 三十二 李帅 三 四 伊萨 卡龙 三十七 陈旭黄 二 三 长春亚太首发 二十三 吴亚科 三 韩鹏飞 七十六 二十四 严治宇 八 汪建贤 十 塞尔吉奥 安东尼奥 十五 迪利伊米提 土地 二三 六十一 三十三 冯帅航 十六 郑志云 十九 廖成 歼六十一 二十一 崔吉 二十 张宇峰 二十九 谭龙 四十四 十三 成长城 三十一 柔伟辉 三十九 毛开宇 长春亚太替补 一 刘伟国 五 孙杰 十三 成长城 二十一 崔奇 二十四 严治宇 二十五 王华鹏 二十七 张力 三十二 李光文 三十三 冯帅航 U二三 三十四 贺亦然U二三 三十七 黄玉申 U二三 三十九 毛开宇